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我特意捡来的 人家丢了五百块钱 你特意捡了五百块钱 给人家不就完了吗 哎 怎么能给他呢 人家的钱 那是人家的钱 哎呀 你看看 同样是生活在一个屋檐子下的俩个屋檐 你说这茶几来 你俩往这一站 你让大伙看看 就这长相 我们忽略长相 为什么要忽略 我们看内在 你很正啊 你来看看哪里 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亏欣不亏欣你 对吧 还得是你 哎 你别说话 不是 你站这儿 你待着 妹妹啊 你回家以后啊 跟你的父亲王总 好好说一说我们生意上的事 哎呀 哥 你放心吧 那事就包在我身上 这生意给谁做不是做 对不对 主要是得看做生意这人品的 你真 你正啊 哎呀 太好了 不是 我就怕你在你爸爸面前 说话算数吗 哎呀 妈呀 哥 到时候我学party 我咔往地下一亮 我满嘴啪啪啪 一顿吐沫着 我爸那啥不答应我呀 那你要抽风啊 抽风我也把这事给你办明白 行了 快说 正下去 再见妹妹 不是 哎 你别走 这钱不说 哎 你别走啊 哎呀 你干什么呀 你这个人 干什么啊 那钱不是他呢 那是我的钱 我知道那钱是你的 你知道那钱是我的 你怎么还让他拿走呢 哎呀 大姐夫 不就是五百块钱吗 哎 我告诉你 我跟他爸爸这个生意要是谈成了 我挣的可不止一个五百 那就是上万个五百 到时候三分之一是你的 你要不要 不要啊 我问你 五百块钱是谁的 他 完了吗 不是 陈正说你老干这事 你知道什么呀 什么我不知道 妈今天早上丢了五百块钱 明白不 老太太在家着急上火的 我今天物业发了一千块钱 我怕她生病 我从里边拿了五百 告诉她这钱找着了 明白不 你说你这五百块拿走了 怎么着 妈丢了五百块钱 你从你的奖金里拿出五百块钱 就说是捡的 对呀 你神经病啊你 你现在神经病不是当不成了吗 你五百块钱没了 怎么整 不等会儿 你刚才说你发了多少钱的奖金 一千呢 那应该还有五百啊 对呀 这不还上五百吗 你把它放信封里 给妈不就完了吗 不是 不是 那我就没钱了 我没法跟大美丽交代这事啊 你不是要当神经病吗 那你怎么就不能当会神经病呢 我当不了神经病 我的钱都在工程里压着呢 你从工程里面抽出来 五百块钱就抽神经病了吗 你就当神经病呗 你每次老这么弄 我我跟你说 妈妈不要急 哎呀 三个 钱找到了 找着了找着了 别着急 在说分那呢 五百 哎呀 哎呀 这钱真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 太好了 妈就以为这钱找不回来了 不找没事 没事 哎呀 真高兴 真高兴 对了 今天中午咱家做红烧肉 哦 妈还有什么好酒呢 哦 哎呀 我说这钱到底人俩谁捡的呀 妈 这钱嘛 是我 妈呀 以后你丢了钱啊 千万不要着急 容易高血压 有你二姑爷呢 丢了钱 我肯定能给你找回来 哎 哎呀 哎呀姑娘啊 你捡着钱 咋还让你大姐夫给我打电话呢 对呀 那你捡着钱 咋还让我打电话呢 我让他打电话 不是想抬一抬他吗 我是想抬一抬他 让他在家里啊 显着孝顺您哪 哎呀 姑爷啊 你说你在咱们家这些年哈 那妈一直以为 你身事都拔结啊 处处压着你大姐夫呀 原来啊 你说这俩说进步这么快呢 还知道抬你大姐夫了 对 他抬我 他使劲抬我 他把我抬得高高的 他打算把我 从咱们家发射出去 说啥呢 二姑爷啊 你真正啊 今天那红烧肉 你挑瘦的吃 让你大姐夫吃肥的 不是妈 肥的我也爱吃 肥的 妈那我吃瘦的 那你吃肥的 我肥的瘦的我都爱吃 你不是不爱吃红烧肉吗 我爱吃肉 你爱吃大葱对不对 我大葱我也喜欢 加点肉末吃 好好好 妈用那个肉皮切丁 给你扒了碗大酱 这大葱敏大酱 管够糟 这咋还改肉皮了呢 这还 对不对 等着上那边吃肉皮 再这样啊 这孩子还学会争丑 吃肉皮就不错 人这辈子 得干两件冲动的事 一是轰轰烈烈的爱情 二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今天我准备把这两件事 你都一块一起干了 在说走就走的旅行当中 买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这件事 准备属表大 我花儿重金聘请了一位 高级顾问 接下来有请顾问高级登场 哎哎哎哎哎 干嘛去 哎哎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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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呜呜呜呜呜 不好意思 这个眼睛就太高了 哎呀妈呀 嗨嗨 说介绍一下 本人是安全保障的精英人士 再过去一桌 靶子 这是保安小脸 不是小脸我就不明白了啊 我就让你帮我跟小米粒 找个旅行的地方 你自己穿那么隆重吗 怎么花呀小钱啊 我对你多重视了 够意思啊 这板子是干啥的 来三二一 一二看 看见没 啊 多好 是 跟我有啥关系啊 有这一顿咋不咋 说 咱们去 爬山 爬山好 爬山 是一项有氧运动 爬山 可以让你回归大自然 大量的分泌多搬 爬山 可以让你的心下加速 大量的分泌多搬 爬山 你就爬吧 你爬到三点 你就别下来 反正你俩整个帐篷 爬山 我看你开心天点 看见堂台 所以说小钱 你们两个就去爬爬山 我现在想爬爬的山里啊 帮手 你干嘛呀 来看一板的爬山呢 是不是又讲多了 我告诉你 爬山是爬山 爬山跟爬山不一样 哇 有啥不一样的啊 都是爬山 爬不一样的山 行 我听听哪不一样 来 第一个山 爬马 来 第一个山 我们要去美丽的旗盘山 我愿意去 是是是 再见 我愿意去 来 安山 安山不是山是城市 那么再往回屋 看这座山 吊冰山 吊冰山 吊冰山是点降台 王老千 你事有点冰威啊 我第四个山 我要亮出来 你要敢说不行 你废了 我不信 啥山 啥山 灰山 啥地方 第一山是神厉害的 灰山马瑞奶粉 有自己的牧场 种你好炒 养你好牛 让我们喝上好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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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酥辣酥辣 还有点肉丝 行 行 这不是你也太损了吗你啊 行行行 你吃吧 你吃吧 都给你吃 我吃大葱行不行 一点不善 你吃啥呀 我吃大葱呗我吃啥我 对 还有粥 这你平衡了吧 我平衡了 嗯 行了 嗯 好 喂 哎 上总 你好 你放心 我明天早上八点 一定准时到您的办公室 咱们签合同 什么 啊 不是 上总你怎么了 明天咱不能签合同了 哦 您的皮肤病老毛病寻麻疹犯了 您得去医院 不是 您明天去医院咱合同怎么办呀 哦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上总 我的意思是说呀 您今天有病今天就得看呐 对 今天晚上有病你今天去医院啊 我有关系啊 你交给我呀 我给你找医院 我给你找专家 今天晚上咱就把你这 你把这点病给它解决了 明天不耽误咱们签合同 好吧你等我通知啊 等我通知啊 吃饭啊 还是 我吃什么吃啊我 赵刚子你也别吃了 你嘎吱嘎吱的干什么玩意 你说这可怎么办 你别虚溜了你 你影响我的思路 哎呀顺风别总欺负你大姐夫 我什么时候欺负他了 是这么回事 上总明天早上跟我八点 跟我要签一大合同 他现在可得好 他说他循玛疹老毛病了 他犯了 他明天早上得去医院 他去医院 我怎么签合同啊 顺风你怎么这样 人家身体不舒服 看个病就完了呗 你合同着什么急 你回头再签呗 还回头 你这一回头我签没了 王 你知道我这笔合同签下来 我能挣多少钱吗 王 我告诉你这笔钱我要拿下 我就不叫钱顺风了 我叫 你叫钱疯吧 我叫钱要飞 完了 一分钱挣不着 钱飞了 还钱要飞 你看吧 没文化的样子 这是腾飞的意思 腾飞 这这这这不跟你们聊了 我得赶紧找关系我 你收下翅膀 就能飞翔了 我想想 请记住 在身上 老老老老 老老老老 来来来来来 音乐停 音乐停 怎么的 这是什么情况啊 啊 大姐呀 你这是大白胎帮子成精了 哈哈 你是这这被 被降落伞 乱家了是咋的 你管啥 好 这样显着我腰细 哎呀 大姐 那不是我说 你穿衣服一点品位都没有 你说你哪有穿这样的长裙 穿个裙撑的 就是 你是吃走路卡 你还是丢人现眼 小妮 你瞎说啥呀 我妈在我心中最好看 就是 大姐吧 你说我大姐是最好看吗 你大姐在我心目中 就是最美的女人 好吧 一会儿 一会儿跳伞的时候 注意点安全 哎 别说风凉话啊 我觉得大姐是最支持我工作的 最好看 二一说的有道理 最难看的就是赵刚的 二一说的没有道理 我爸爸在我心中最帅了 最帅了最帅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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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咱们全家都挺好的 我最担心的就是咱爸咱妈 对对对 好不好 来热烈的掌声 激情的音乐 有请我爸我妈 哎哎哎 停停停停 大妈呀 你俩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平常穿啥你就穿啥呀 这也不行啊这个 哎呦二姑娘 你这不挺好的吗 你看 哪好啊 爸妈咱们是往红毯上走 不是让你俩离家出走 你穿着 是吧 爸妈呀 我觉得二敏说的有道理 你俩穿的稍微有点素了 对吧 你看你们俩这一黑一白的不好看 对 大姑娘 我知道今天这个场面是盛装出行 不过我和你爸岁数大了 你说你们年轻人吧 穿啥啥好看 再说了 俺老两口子也没那份心思了 听你妈瞎打了 啊 他说话就是嘴不对心 啊 我告诉你师父 哎 就昨天呢 他听说要走红帝塔那消息啊 哎呀把他兴奋坏了 是吧 哎呀 他压得一袖啊 翻墙倒棍的 把他认为那好看的衣服全拿出来了啊 掏上一件 嗯 崩开线了 哈哈哈 又套一件 啊 崩开线了 最后终于找到一件没崩开线的 穿这个 把拉锁头好下来了 哎呀 你可别埋对我了 人家我是给我大姑娘找件漂亮衣服 哎呀 你就说你找不着合适的穿 那就得了 你看你整的把我拐的 这档事都下去了 哎呀 好